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我們這一集的談一談 也要說一聲,不好意思,因為真的隔了很久才可以拍我的YouTube 原因是因為我之前有搬讀很多東西 所以我完全沒有空間製造任何的內容給我YouTube 所以不好意思 選擇今天做一個聲音檔案 因為我家裡還有一些地方想再做好些才拍片和大家分享 所以選擇了這個聲音檔案 其實我正在錄音的這一刻 其實就是星期一 小圈仍然是三號風球 所以有可能你會聽到一些雜聲 不好意思,那些雜聲應該是雨聲 希望大家在收聽這個 今天這一集的時候已經是 天氣已經是冷靜了 幸好是這麼大雨 就是這樣 其實我也是在這段時間 希望可以再令整件事做得好一點 例如我的聲音檔案 我也是想變回一個Podcast 所以接下來這段日子 都應該有些轉變 有些新的嘗試 但今天你仍然要在YouTube 聽我說這集的《聊一聊》 好了 講了很多東西 兩分鐘的其他東西 就要回到這個正題了 究竟證書是不是真的這麼重要呢 在這個瑜伽行業上 當然也是 我會講很多不同的地方 包括一些比較factual的東西 再加上我自己的經歷和我的分享 好了 Certificate證書 你們會看到 最大的或者最主要的幾款證書 都是例如200、300小時的瑜伽導師證書 那是否真的這麼重要呢 還有之後是否要不斷進修 不是說拿很多不肯這麼多的Cert 證書 去證明自己的能力 或者是令自己的競爭力多一點呢 那首先說回來 其實 200和300這件事 其實不是一些什麼的 這個呼吸方法 隨時隨地做都可以 做多久也都可以 希望可以幫到你 我們下次再練習 拜拜 就是瑜伽的訓練 而這件事 其實就是 給一個在美國開始的一個機構 叫做Yoga Alliance 去製造出來的 而這樣去彈爭 其實純粹就是 這個Yoga Alliance 是一個團體 一班的瑜伽老師 很久之前 就形成了這個機構 其實就是想 有一點是想規管 一點點 怎樣可以成為一個瑜伽老師 有些比較的 有些criteria 那些 那些 因素 你可不可以撕到呢 所以才設定了一個 200的小時 和一個300的小時 而他們 其實每來 200或者300小時 他都會說到 你要在200小時 要包含多少小時 例如說人體結構 多少小時說色子 多少小時說 多少小時說 現在的哲學 歷史 那三百更加多 但是其實這件事 是不是真的有法律的效力 其實是沒有的 而其實在香港來說 要教瑜伽 其實都沒有說 有任何的法律規管 例如說 做醫生 或者做物理治療師 你要考一個牌 而這個牌 你真的要認可 例如政府 或任何機構 去認可你 才可以執業 現在的老師是沒有的 所以其實 很嚴格來說 其實你不需要去考牌 就可以去教瑜伽 其實很虛的 還有一些不同的派別 也有不同的派別 比如說 Ashlanga 他們的系統 也不是跟著Yowa Alliance 跟200還是300 他們都有證書 但要拿到證書 它的方法 跟200和300 是很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去教瑜伽是很虛的 不一定要的,只不過是考了200或300 好像比較實質,理論上是對的 例如先說200,不要說300 因為300應該是一個升級的版本 理論上你報了那個課程應該會給了一堆東西 例如理念、歷史、人的結構、識子、教班 或者如何設計一個班的流程 你應該有一個概念 所以如果你讀了200,理論上你應該會知道自己做什麼 理論上,實質是兩樣東西 因為其實,老實說 你做過200小時的瑜伽導師訓練 其實是不少錢的 你每三個學生就一個錢 所以其實是挺賺錢的一個學業 所以為什麼你會發現到 尤其是現在瑜伽班,你可以教多少課呢 所以你為什麼會看到很多人的瑜伽社 都會舉辦一些瑜伽導師訓練 就是這樣 當然不是說剝削他們 當然有很多人也很有心去做 但是也要真正正說先說 其實你舉辦一個200或300小時的瑜伽導師訓練 其實是賺錢的 所以這個比較安定一點 可以找到一個 以瑜伽導師訓練 是一個穩定性收入的來源 就是這樣 也要說回200和300 雖然你說Y.A.Yoga Alliance 它有些規定要幾多小時脈 但是其實也挺垃圾的 所以就算你說你報了那個 那個瑜伽中心的200小時瑜伽導師訓練 其實出來後 有可能也是學得比較虛無編編 或者是參差 所以變成 如果你真的有心去上一些訓練 我會建議你做多一點研究 但是 去到最後 你會有張紙的 有那張沙紙 有證據 很多時候 例如說 你去見工 他來的瑜伽中心一定會有 一些基礎的要求 對不對 所以就變成 他會說 你一定要有這張 200小時的瑜伽導師訓練 我們才會考慮 其實也有一點保障 希望的就是 你真的拿了一個 正確的200小時 令到你教學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知識 不是太虛 所以就是這樣 你說 那張 是不是200 那張的訓練 是不是一定要呢 不一定 但是 有就好過沒有 但有又不等於 真的有了 所以變成 我就覺得 其實 純粹是因為 你瑜伽 教瑜伽在香港 都沒有一些很 認可的機構 或者一些條例 要去監管的時候 所以變成 可以很參差 純粹是 我有張sert就可以了 也都因為 其實很老實說 你要考一個 200小時的瑜伽導師牌 其實很簡單 你有錢有時間 就可以了 變成 為什麼 例如香港 遍地都是瑜伽導師 其實就是這個原因 有錢有時間 那些錢和時間 其實是 一開始你已經知道 你可以考慮到200小時的 你有錢 給了出來 其實這件事已經搞定 只不過是之後 你真的讀過200小時的內容 的時候 你那個心的力 那個腦的力 是怎樣的 那個是靈界 那個是 事先是 你測量不到 也不能量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 之後 當然 剛剛有說過 香港遍地都是瑜伽老師 很多人都會覺得 是不是之後要不斷地去進修呢 所以 因為這樣 你會看到 外面也有很多 短期的課程 或者比較長一點的課程 他們就叫做 Continued Education 就是持續進修的 其實Yoga Alliance 也有這件事 他又開啟了你一個Category 你可以不斷地去進修 然後 你上了那些workshop 上了那些訓練 都是有一張sert 因為那張sert 才可以證明到 你是完成了那個工作坊 或者是完成了那個訓練 你才可以去 申請你那個 持續進修的資格 一直加進去 我覺得是因為 香港也是很注重sert 如果你看回 例如父母 會幫小朋友去 學什麼學什麼學什麼 或者是暑期包門學什麼 但最重要的就是 那張sert 其實那張sert 就好像 身為一個證明 我已經完成了 但是那張sert 我自己就覺得 太多人是太追著那張sert 去報那個班 而不是因為那個班 或者那個工作坊 本身是令到自己 是很有興趣 就是自己對那件事 很有興趣 才去學 所以變成那個主次 那件事 是好像混淆了 其實我也明白的 因為 因為超多的 瑜伽老師的關係 那 你怎樣可以 尤其是如果你打算教的話 甚至乎是全職 那怎樣可以令到自己 可以更加出眾 或者有多些 教的機會 或者可以有多份收入 就好像 如果我越學得多 就越好 我覺得就好像變成一個寶妃 就因為這樣 就變成了很多短期班 例如說 在週末你學一個 什麼縱撥那些 縱撥完了之後 你就有一張sert 然後 有很多人拿著這張sert 其實連縱撥怎麼敲 都不知道 就已經在班上 就打算幫人療癒 那 有一些 都是 或者是上一個 兩個星期間 或者甚至乎是一天的 短期班 拿了一張sert 就把這個 去教 就是有些 比較特別一點的 開肩膀的那些棍子 那些 那支 又或者 或者 下一個 或者 或者 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比較偏門一點的 東西 又 又令到可以讀到一些 很短的課程 接著 那些人就會讀了課程 因為想拿一張sert 而去教 那我也想說回 就是 其實 十花用demand 那兩樣東西 沒有說是對 還是錯 但我自己也會覺得 你上的那些班 其實 那個心態是什麼 教的那些 有人會有興趣 有心 我想去分享出來 但是又想看 你真的去教那些班 其實 你的主要目的是 真的想分享 還是想賺錢 有得分 那 也都是 當然 不是說 你上了那個 不是說 上了那個 一個weekend的Whatshap 之後就會出來 拿著這張sert 去教班 那 有些純粹是好奇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的 原因去上 但是 我自己這一集 就是想說的 就是 target 或者focus 就是 那個證書那個 重要性 很多人就是因為 啊 上了這個webshap 有這張sert 就好像證明到 我可以做多一點 那 但是 我自己也會覺得 其實 張sert 是 無關 因為 我覺得 瑜伽很特別 就是 無論是 瑜伽或者周邊的東西 其實 縱撥是不是真的 是瑜伽呢 那你又要看回 你的 解釋 瑜伽是甚麼 那 有可能縱撥是完全無關 有些人是有些 有些人是有些 有些人是 有些人是 其他一些 瑜伽球 或者其他一些 瑜伽球 瑜伽球 很多不同類的東西 那 那些是否瑜伽呢 其實 又是要去到尾 就是 你怎樣去設定瑜伽 你怎樣去設定瑜伽 是甚麼呢 那你才可以 可以繼續這樣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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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下去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瑜伽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體驗來的 尤其是你要教 無論你說 教傳統一隻 色子瑜伽 又或者是 Yoga View 或者那些有多少少的Gimmick的 Ariel 有些是去到 療癒 重多少少的 例如是 腫撥 靈氣 又或者是 又未必在療癒的 例如是 呼吸法 呼吸法當然可以 有一個療癒的作用 但是 又未去到 縱撥那邊的療癒 療癒的程度那麼強 有可能甚至乎是 冥想那些 其實有很多這些 是你真的要學了 你要練 那你教出來 或者分享出來 你才有那個感染性 而別人才可以 感覺到 那股 那股 力量 那股感染力 還有 如果你真的 切切底底的 去 把你學了的東西 沉澱回來 才去分享 是不同的 當然 有很多人 我會拿重撥器 因為我自己都練重撥的 就是上課 不是啊 我上完 上完頭 那兩個小時 基本上 就馬上上課 去幫人療癒 但是 自己的練習都還未到 你就去幫人的時候 其實 很難的 人家可能會聽到片面那一陣 那些聲音很好聽 但是是不是真的 入到 精髓呢 其實未必 當然有些人會覺得 喂 其實我不是的 我純粹是 當是一個生長工具 我哼哼哼 那些人覺得舒服 睡了一覺 完了 那就要看看 你究竟 出發點 是什麼 就是 瑜伽這些東西 它不是好像 例如數學 我絕對不是貶的 數學 數學絕對很厲害 但是 你去教數 你不用 沉澱了 整條方法 沉澱了 練習 或者練習 很多年你才教數學 數學 真的比較 很偏面 你明白 那個方法 是怎樣你記得到的 其實你教 也有意味 但是你現在 你不可能說 我懂得怎樣做 我就去教 或者我懂得 亨響那個順盤 我就去教 或者那個 那條 我知道了 拉一下拉一下 倒轉 我懂得怎樣 倒轉 我就去教 其實是好 不是 是多一個層次 你要 跟這件事 是有一點 關係 是要深一點 你要 讓它 你要給它 一個生命力 你要跟它 溝通 的connection 要是重一點 要深層次一點 當你去分享出來 那才有 活的那種感覺 不是死棒棒 尤其是 例如說 你教瑜伽 其實不只有一個方法 例如說 你數學那些 真的很linear 一個方法 一加一 現在也是等於二 遲些我就不知道 但是 你瑜伽 怎樣去 做一個式子 或者 你是先吸還是先 是不是 不是一個方法 有很多方法 所以 當你這件事 如果你真的 很在乎那一張 書 那就去 讀 然後讀完之後 就教 其實 我自己就覺得 不是太好 其實老實說 我覺得有些不道德 是的 我其實之前有想過 可不可以說這個字 但是我覺得 算了 他出去了 都活到這個年紀 我覺得是不道德的 是的 是的 我自己覺得 好像 例如說 你做的食物 賣東西出去 你自己都沒有試過味 你就買出去了 你都沒有試過那些材料 究竟是不是好吃的 就買出去了 純粹 只不過是 你在Youtube那裡 看到別人這樣教 你就跟著做盡 就買出去了 那究竟是不是好吃 是不是 對口味 不知道的 別人說是 我就說是 我就照單純收 這樣吸回去 我自己覺得 不是很好 我覺得真的 不是很道德 現在很奇怪的 你教瑜伽 有多一點東西 是有少少道德關係 當然道德這件事 也有多不多層面 很多不同的角度 當然也可以 拿這件事出來 去自己再講一集 關於瑜伽和道德 但我自己就想 觸碰這件事 究竟證書有多重要 當然 很有可能 例如你想報一個短期的課程 或者一個長一點的課程 可能因為 開球真的是為了一個 搜尋的 我不會反對 因為我自己有些課程 都是因為這張課程 但讀過之後 我覺得 原來不是的 原來是因為這張課程 我讀了這個課程 然後發現到 原來我對這件事 這麼吸引 就是原來 原來我真的 原來是這麼特別 我想了解多一點 我也有試過 真的 為了一張課程 我想讀一個課程 讀過之後 我覺得 不適合我 我連那張課程也沒有 當然 其實 有些人會覺得很傻 你先考了 你有一張課程 你放進去 你到時候教 都可以有多個名字去教 但是我自己覺得 不用了 我學了一個精髓 我抽到一些東西出來 可以 融入我本身教學的 領域範圍下 我就OK 我不用一定要掛個名字 我是一個什麼什麼 我是一個什麼什麼 我懂什麼 我懂什麼 其實不用 去到差不多 其實你教的時候 你怎樣去 可以找到 或者採用一些 你經歷過的 你學過的東西 一些少少 進去到你一向 教大班 一向教大班 一向那些行上班 其實就令到你 有什麼不同 我有時候經過 看到 或者聽到 其他人去教班 講的話 甚至是Youtube 他們講的話 我覺得 沒有靈魂 好機械 變成 我感覺不到 那個是否你 我覺得,尤其是瑜伽是一個能量交流 一個能量交流 很難坐在這裏,很官腔的說 官腔說的時候,官腔去教的時候 你就沒有那個靈魂 沒有那個能量在裏面 沒有你的成份在裏面 那我覺得是因為沒有你的成份在裏面 令到你的那個競爭力是沒有那麼多 而不是說,我有多少張證書 就是這個意思 就是這樣,今天就是我的小分享 也是,抱歉多一次就是 你會聽到很多環境聲 因為我這裏,外面仍然有些下雨 我發現這裏的牆比較薄一點 所以有人會聽到一些雜音 所以不好意思 我都盡量慢慢去 希望將所有東西進化 令到它優良化 令到它改善好一點 那你們都聽得舒服一點 有些什麼留言的 或者有些什麼想聽的 想知道多一點的 在我的留言留言 告訴我 好嗎?下次見 拜拜 還看 你就會請 唱 唱